从明年7月起,我国公共服务部门将把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顶限分别上调到64和69岁 这比政府之前宣布的时间提早一年 主管公共服务的教育部长陈振生今天在公共服务州的开幕仪式上表示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许多年长的公务员可能希望保持活跃,继续在工作中做出贡献 为了给予这些公务员更大的支持,公共服务部门带头在明年7月 把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分别上调到64和69岁 比政府之前定下的时间表提早一年 另外,从今年10月起符合条件的公务员每年也将能够获得1笔500元的款项 用于有助健康、个人成长和福祉的活动 从明年1月1号起,公务员每次到私人诊所看诊的医疗津贴将从目前的20元调高到50元 牙科津贴也会从每年的120元调高到250元 部长也说,到了2025年公务员简将能够通过人工智能驱动 使用平台识别技能差距获取发展机会等